我们要介绍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Skola di Atene 它现在收藏在范蒂冈博物馆的一个房间 叫Stanza della Senatura的北墙上面 雅典学院描绘了在一栋古罗马式建筑里面的想象场景 它的背景由好几个巨大的拱门和园顶所构成 那我们要怎么找这幅画的灭点呢 透过园顶建筑的线条和地板方格的线条 我们把线条都连接起来 会发现灭点就位于整幅画的正中心 那也刚好位于这幅画最重要的两个人物 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的中间 首先我们看的是左边的柏拉图 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一手指向天空 另外一只手拿着他的著作地脉欧篇 柏拉图强调哲学是基于超越思想的世界 那有人认为柏拉图这个人物的肖像是根据达文西的长相来画的 接下来我们看向右手边的亚里斯多德 他的一只手拿着伦理学 另外一只手向外伸出 手掌是向下转向自然世界的 那这个举动也被认为是不认同柏拉图的思想 左边有一个转向侧面的老人 这个老人呢被认为是知诺之诺内 他是斯诺格族裔学派的创始人 这个学派呢关注个人的幸福 认为美德是唯一的善 那在知诺的右手边 有一个身穿蓝袍 头戴夜观的人 他被认为是伊比丘鲁 他是伊比丘鲁学派的创始人 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 这个学派主张立即的快乐主义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的右下角 有个身穿红袍 留大胡子 然后头顶上没有头发的 他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 毕塔古拉 毕达哥拉斯呢是一个数学家 提出著名的毕师定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毕达哥拉斯的上方 有一个头戴穆斯林头巾 身穿绿袍的男人 他被认为呢是伊本鲁士德 伊本鲁士德呢他是一位穆斯林哲学家 他的著名思想就是把亚里斯多德的学说 和伊斯兰教义结合 下一张局部图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 有三个人看起来蛮激动的 这三个人呢他们是质变家 或者是诡变家 Esofisti 这些诡变家呢擅长聪明 但具有欺骗性的论点来进行推理 他们以欺骗赚钱为目的 在他们的右手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人 这群人为首的是一个绿衣老人 这个绿衣老人呢他就是苏格拉底 那拉菲尔延续了古代苏格拉底雕像 留下来的特征 也就是突额头塌鼻子 所以非常容易辨别出他就是苏格拉底 那在苏格拉底学派的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身穿白袍 并且眼睛注视着观众的 年轻貌美的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呢他被认为是 古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女性哲学家 数学家 也是一个天文学家 叫做西帕提亚 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移回正中间的地方 在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下方的阶梯处 有作者两个人 左边这个人呢位置显眼 手托着头在思考 他是赫拉克里特·埃拉克里特 埃拉克里特是悲观主义的代表 那他的肖像据说是以米开朗基罗为原型 有趣的是呢 这个人物是整幅壁画最后加上的 传说呢因为拉菲尔 当时呢偷跑进卡佩拉西斯蒂娜 看到正在进行中的创世纪 而对米开朗基罗这个人相当钦佩 又因为他的个性也很古皮脾气暴躁 所以呢他就把埃拉克里特的样子 化成米开朗基罗 那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 也是坐在阶梯上 有一个突兀的人物 他依不蔽体 大啦啦的斜躺在阶梯上 毫不在意外界的眼光 他就是著名的犬儒派创始人 蒂娥跟尼 犬儒派主张回归原始 将生活的物质需求降到最低 我们可以看到雅典学院 右手边的几个重要人物 首先呢是一群几何学者们 围着弯下腰手持圆规 在地上画着圆形的欧基里德 他的著作《几何》原本呢 将古典几何系统化 建立了几何学的基础 那他的肖像呢 被认为是以布拉曼腿为圆形 布拉曼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建筑师 曾经参与设计圣伯多禄大殿 他也是拉斐尔的当时的好朋友 在几何学者们后面有两位天文学家 分别首持天球和地球 首持天球的是主张 《撒恶二元论》的波斯学者 索罗亚斯德 在西方他被认为是占星学的始祖 所以他首持天球 面对他呢是托勒密 托勒密是地理学的作者 他也提出过地心说 所以呢他首持地球 人物介绍到最后 整幅画的最右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特别的角色 其中一位呢 看一下观众的是拉斐尔本人自己 以及他身旁 是穿着白衣的他的同事 也是一名画家叫做索多玛 雅典学院这幅画中 拉斐尔把不同时期的人 全部集中到一个空间 并且呢 按照每个人思想上的特点 以最容易让人理解的方式 绘画出来 那这幅画的重要的角色 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边